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今天的问题是,以色列人被禁止吃什么? 你好,我是Tim,是加拿大多仁多东部基督教会的成员 那么首先,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在每一周一共发布五集的内容 从周一到周五,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收听 那么今天的学习内容是,历末纪的第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耶和华对摩西说,尼小玉以色列人说 牛的自由,绵羊的自由,山羊的自由,你们都不可吃 刺死的,而被野兽撕裂的,那自由可以做别的使用 只是你们万不可吃 无论何人吃的献给耶和华当火既牲畜的自由 那人必从民中减除 在你们一切的住处,无论是雀鸟的血,是野兽的血 你们都不可吃 无论是谁吃血,那人必从民中减除 那么在前面的五集当中,我们学习了 关于本书中前面讨论的五种的献祭 就是方纪、数纪、赎罪纪、赎千纪和平安纪的条例的一些特殊的规则 虽然对于我们来说,所有的这些细节看起来是有点而多 但是上帝在这本书中向我们和以色列人启示 祂是圣洁的 因此如果他们要接近祂 他们也必须是圣洁的,并服从祂的旨意 因此如果我们要取悦上帝 就必须以祂受与的方式来敬拜祂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十二节 我们发现以色列人得到了两个不可吃的命令 第一个是关于牛、绵养、山羊的资油 这些是在祭坛上焚烧献给上帝的 他们不允许吃这些的资油 当然这里的资油是指的是负在动物内战器官上的脂肪的部分 上帝没有在这里向我们透露它为什么是选择动物的这些部分 但是它是这么指示的 所以以色列人不能吃这些的资油 如果将动物陷在祭坛上 那么这些的资油就会被烧掉 但是如果这些动物中有的是自然死亡 或者被其他野生动物杀死了怎么办 这些资油又该怎么办呢 它可以以任何其他的方式使用 但是以色列人是不允许吃掉它们的 我们在新约中没有看到这一个限制的规定 所以这一个规定并不是针对现在的基督徒的 这一点是要值得注意的 那么如果当时的以色列人吃了这些动物的资油的人会怎么样子呢 这些人将会被从民众中剪除 这是一种非常严厉的惩罚 那么在第26节接着告诉我们 以色列人不可以承认何鸟类的学和野兽的学 这是我们第二次在内末纪中看到这个禁令 另一个是在内末纪的第三章17节 当时提到的禁止是资油和血 那么有些人可能会有疑问 为什么 那么好嘛 我们首先要记住 在创世纪的第九章第四节当中 罗亚海达的后代就被禁止要吃血的 因为生命是在血中的 因此血就象征了生命 在向上帝献祭时 他们愿来赎罪因此不能够吃他 即使我们今天不在旧约之下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该律华 并不使用我们的今天呢 但是当我们在开始学习新约中的使徒形状的时候 在使徒形状的第15章29当中 我们会发现即使在今天 上帝也命令我们不要吃血 这是基督徒需要考虑的事情 因为在许多不准的文化当中 也包含有许多 含有动物血液的菜肴 当然我们也不要混淆 因为有些牛排或者类似的肉当中 盘子里流出来的红色汁也并不是血液 而是来自肌肉组织的某一种的蛋白质 当然禁止吃血的禁令 仍然是有效的 那么在就业之下 如果那些吃血的人将会被 从民众当中剪除 再说一遍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新法 就是为了要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好 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的学习 希望大家到此加入我们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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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